10月11日換包 1月11日 6月11日 6月11日 我的整理預算 按照程序来说 为了解决频利拍摄问题 是否正在进行 东村桥改建工程 但现在却传出工程延宕 原因就出赛 自来水公司大型管线 迟迟没有迁移 东村桥的改建 为什么会延宕 是在于自来水管线 千里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有邀请 自来水公司来 就是他承诺一个月之内 尽量缩短工期 把自来水的干线赶快迁移 那让东春桥的改建能够快一点 改建工程进行到一半 现在路基被挖开 一旁还有住家紧邻着工地 眼看讯期就要到来 让地方民众忐忑不安 幸好自来水公司允诺尽快迁移 让水利局能继续后续的工程进度 自来水公司它的这一个缓线 大概是7月15号之前 完成之后 接下去我们做桥面板 做桥面板大概在一个月的时间 让我们双方会密切的配合 来把这个工程 大概在8月底之前做完 大家可以看到平林大牌的这个大上游 还需要再继续施作 那目前台中市政府已经拟定计划 那水利局这边呢 只要台中市政府的计划提出来 那我们会全力争取呢 来把平林大牌的上游也一并整治 总经费1500万的平林牌水改善应急工程 做进行东春桥改建外 也包含下游的护岸改建 如果立委建议的上游改善计划 也能顺利通过 每逢大雨避烟的平林大牌 渴望一解烟水窘境 记者唯一听台中市不倒